因為他們八點還沒宣布 表示大家還在參詳啊 不是 就都被發新聞群組 大家八點一起按出去喔 很少有一個市長跑出來說 我們放假 很少這個主官自己跳出來說要放假 一定是這個新聞的群組 或者是臉書 大家同步講好八點 八點十分 八點二十 大家一起丟 那就一起宣布 謝國良是接到一通電話之後說 放假 那電話現在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誰打 有傳說是侯友宜 可是聽說侯友宜是跟他講說沒有要放 他是不是聽錯 不一定啦 好 反正他講了 因為他那時候八點零七分講 他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時候只到臺中 連苗栗都沒有嘛 只到臺中放假 忽然間跳出一個基隆 然後過沒多久 臺北新北才宣布 臺北新北宣布換桃園 這時候誰還沒宣布 剩竹竹苗 所以你看這些宣布還要 竹竹跟苗栗 這苗栗算很衰 因為他他南邊的臺中宣布了 他還玩這個基隆 玩了十八分鐘 所以沒有跟這個規定都很不爽 第二個 這個這個幕僚很奇怪 謝國良的幕僚很奇怪 你就已經宣布說明天要放假 你怎麼沒有公開行程 等一下 這是謝國良的媒體官 他宣布要放假 照理說應該是覺得災情很嚴重 結果九點三十七分說 謝國良市長無公開行程 在家放假 他照道理來說 穆良跟津娜說直接起個九點 明天早上九點 要去應變中心 什麼九點七八點去看災 哪裡有水哪裡去 對那但是叫做 他怕去的時候 無風無雨 不好意思 你說那基隆有沒有做一些防災應變 有啦 顧他這塊啦 不是顧他這塊啦 你說基隆憲偉說完 無公開行程後 他的下面的阿爹就說不行 市長盲虧盲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事 人工草皮要保護 不是 然後他這個疊法很奇怪啊 他這三包這樣 等等 這個間隔都取得不錯 可憐的名字 然後就被一個裝置的意思 你怎麼會這樣打 然後唯一做的事情是 顧他的人工草皮 然後他說 後來他要解釋 他怕人工草皮飛走了 我當然知道會飛走啊 他不會把他捲起來嗎 放在倉庫裡就沒事了啊 他唯一做的 是顧他人工草皮 戴立剛總不是塔綠班的吧 他總不是1450吧 他今天氣炸了 他既然說什麼東西 不少上班族 炮轟北北極討在你幹嘛 不要亂停客廳班好不好 戴立剛說放假標準 蕩籃無存 只有一件事最重要 有人怕被罷免 有人要拚連任 有人要拚總統 綠色已經夠爛了 藍色比他更爛 連戴立剛都受不了了 每次這種颱風來啊 這個所有的縣市長都陷入焦慮 所有的幕僚也陷入焦慮 因為所有的資訊來自中央氣象署 中央氣象署把資訊給各地的消防局 所有的消防局長按照那些數字來提供給市長做決定 沒錯 那提供給市長做決定 如果在那個邊緣 我們看他這個規定是這樣 他說如果平均超過風力 平均超過七級 或者是預測陣風 陣風就是瞬間來的 瞬間來 超過十級 這都預測了 這轉方預測 或者說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 會超過山區兩百 平地三百五十毫米的話 就可以放 問題來了 若是一九九 對 有時候平均風力就是六級 那陣風可能是八級 然後這個呢 預測風力可能是一五零 那這個平地呢 這個水 這個雨量 平地可能是三二零 差一點點怎麼辦 那對專業的消防局長來說 他就拿中央氣象指示跟市長說這樣 那市長就問一句說 所以呢 所以呢 以前我們在市政府 卓冠廷 我們都每次看到那個數字就頭痛 對 那可是因為要區域聯合治理 對 譬如說台中 台中的 中章頭一起 中章頭秒 四個要一起宣布嘛 那中章頭秒的老大通常是台中 所以台中的這個消防局 就聯絡其他消防局說 你們看怎麼樣 然後大家都陷入焦慮不知道 最後一定要有人決定 其實呆立剛講的是這個 很硬的規定 可是這個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說你沒有在現場 你搞不清楚 為什麼總統要去跟各縣市連線 行政院要跟各縣市長連線 以前我們在台中 市長要跟各區的區長連線 或跟這些鄉鎮長連線 因為他在地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次是這樣 這次當然是有一點這個過頭了 這真的過頭 因為我跟你講 這是今天下午一點的 這實際啦 實際發生 不是 我不要講昨天預測今天 我拿今天預測明天的 連明天都沒有到放假標準 明天北北激動還是綠色的 對 就是譬如我舉這個台北市 是這個平均四到五 那這個陣風是六到七 所以基本上這個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園 其實都還沒到 可是剛剛也都全部都宣布了 全部大家要放一起放 可是放 為什麼 要綁著半尬啊 打鼠很開心 可是一天的經濟損失 今天誰第一個跳出來 謝國良 他肯定 林伯鋒 林伯鋒 你說三三會 理事長林伯鋒出來罵人 因為不只是帶立港罵人 帶立港氣到說 連馬祖基門 這種沒颱風的地方都放 是喝酒喝忙的嗎 帶立港罵人就算了 林伯鋒出來罵 林伯鋒說我們一天損失 三百一數一的經濟 剛剛為什麼講那些縣市場會陷入焦慮 就是很怕這種大老闆講話 這種這種商業會 工業會 這種工種 商種出來講話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知道說 今天我們如果不上班 我們會損失多少 所以這縣市場 每個人都有這些來自企業的壓力 不然就要做好人 放到臭臭臭臭 說母親環嘛 開心 一般的民伴開心 可是這些經濟的損失 不是有 不是大家都承擔的 對 好 那當然這一個過程之後 我們來看昨天的這一個 昨天的這一個放假 這個七分 十分 十一分 我們就看這三個 這三個應該是這樣 今天我有跟卓冠 你討論 當時我們都怎麼弄的 當時就是說 大家這個專業的幕僚 通通喬好了 那就就這個 有一個老大市長 大家決定了 決定了之後 市長 有些市長 可能就開始打電話 譬如說林家長 就會打給旁邊的 徐耀昌 打給林明貞 打給誰 衛民鼓打完之後 就說好 那我們決定要放 可是講好 講好 譬如說 不能放拋啊 講好說八點 同步宣布 那這將跟新聞有關的 跟發言體系有關的 大家幕僚通通講好 八點喔 怎麼發呢 發市長臉書 發縣長臉書 第二個就是 這謝國要怎麼放炮 第二就發新聞群組 一定是這個新聞的 這個群組或者是臉書 大家同步講好八點八點十分 八點二十 大家一起丟 對 那就一起宣布 對 謝國良是接到一通電話之後說 放假 那電話現在不知道誰 不知道誰打 有傳說是侯友宜 可是聽說侯友宜 是跟他講說沒有要放 他是不是聽錯 不一定 好 反正他講了 因為他那時候 八點零七分講 他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時候只到台中 對 連苗栗都沒有嘛 直到台中放假 忽然間跳出一個基隆 然後過沒多久 臺北新北才宣布 臺北新北宣布 換桃園 這時候誰還沒宣布 剩竹竹苗 所以你看這些宣布還要 竹竹竹跟苗栗 這個苗栗真的很衰 因為他他南邊的台中宣布了 他還玩這個基隆 玩了十八分鐘 所以毛跟整頓都很不爽 第二個這個這個牧鳥 很奇怪謝國良的牧鳥很奇怪 啊你就已經宣宣布說明天要放假 那你怎麼沒有公開行程 等一下 這是謝國良的媒體 對 他宣布要放假 照理說應該是覺得災情很嚴重 結果九點三十七分說 謝國良市長無公開行程 在家放假 不是 他照道理來說 牧良跟傑英娜說 直接起個九點 明天早上九點 要去應變中心 什麼九點七八點去看災 如果 哪裡有水哪裡去 對 那但是叫做他怕去的時候 無風無雨 不好意思 所以說謊謊 那當然有網友開玩笑說 謝國良宣布完說要放假之後 手機拿起來 打到旁邊說 明天放假 冤啊 我現在過去 這網友開玩笑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然後結果一大早 到了早上 真的很活寶 早上八點五十三分 才說他要去應變中心 其實這個基隆發布 這個訊息的同時 桃園市跟這個臺北市 包括蔣花蘭跟蔣山 都發布 隔天九點 那蔣花蘭是十二點 沒摘都加減 看一下嘛 看一下 或者去看了什麼 抽水站 看了那個沙包 看了去看區公所沙包 問一下里長 問你們沙包都沒有 看一些大樓的防水雜美 有沒有做 這些事情 謝國良竟然都沒做 然後到最後去 這個應變中心 也不知道去搞了什麼鬼 好 那接下來 你說那基隆有沒有做一些 防災應變 有啦 顧他這塊 不是顧他這塊 你說基隆 謝國良說完 胡公開行程後 他的下面的阿爹 就說不行 市長盲歸盲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事 人工草皮要保護 不是 然後他這個疊法很奇怪 這沙包這樣 登登登 這個間隔都取得不錯 哥林歸盲 然後就被一個裝置的意思 你怎麼會這樣搞 他唯一做的事情是 顧他的人工草皮 然後他怕 他說 後來他又解釋 他怕人工草皮飛走 我當然知道會飛走 他不要把它捲起來嗎 放在倉庫裡就沒事了 他唯一做的事 顧他能工草皮 對 這方老師講的沒錯 那種戶外的廣告看板 不是颱風來就有功能 去把它捲起來嗎 颱風 你這個 你給我擺這個擺得這麼整齊 然後聽說 後來被人家笑了 以後他說 那就拿走四十個 然後又飛走 那間鎖就又飛走 你搞這一些做什麼 他之前能工草皮 是弄得被人家罵 就把它拆掉 對 那他這一次很簡單 就是先把它捲起來 放到旁邊去 就好了 那他硬要這樣做 到底是為什麼 好 躲這個